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的支撑架就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摄影棚步骤 安装摄影棚步骤是需要注意 无法戴脑口的任意面对向自己 当这四个角落装进去后 然后把这个摄影棚拉起 然后拉住这两侧慢慢的往下拉 这次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大力把这个摄影棚给撑破了 这次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摄影棚步骤就安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这个背景子 安装背景子是需要采用两个夹子 安装背景时大家要注意这个背景子的上端要挂在这个支撑架上 在上端的这个摄影棚步骤就安装背景子 然后下端压在这个支撑架板下面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这个灯条 我们把这灯条带插合这一头放在里面 然后把这个磁铁这一端朝上 然后这样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步骤放下来 这时我们拿出一个铁片 把它放在这个磁铁的那个位置把它吸住 这样我们的一个根条就安装好了 我们也来安装一根 这样灯条安装进去后 然后把这两根线 这两端从这上面这个铺 大家可以开一看 在铺面这端这个铺拉开 把这个线从里面塞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 好 这样这个灯条就安装满身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步骤的拉里面拉好 好 这样我们的摄影工大概就安装完之呢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电源 一个适配器 我们把这个摄影工放过 然后把电源适配器的一端的这两个插头 插在这个灯铁板的两个插头上 然后另一端插在这个排叉上面插座 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摄影工的亮度 大家注意这个视频器上 它有一点开关的 大家不需要 不用摄影工的时候 然后可以把它给关掉 好 打开开关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亮度 大家可以在这个口进行拍摄 也可以把这个拉里面打开来拍摄 它的顶部也有一个桶 大家也可以从它的顶部来拍摄 这样我们的摄影工就安装完之呢 我现在讲到这里 哇 这是我们的眼前 观似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